我相信剛剛大家應該都很血淋淋地看到OCF寫出我們的日常 就是在台灣作為CSO 我們的日常大家就是會面對到這些威脅 但同時我們也會面臨到這些limits 就是我們人力不足 我們可能自願有限 但我們有心有餘 但是你知道有很多事情需要等待大家提供協助 但怎麼樣打造一個區域的合作的框架 或是怎麼樣找到一個資源上面的連結 可以讓台灣的CSO或是人權捍衛者可以回應 我們剛剛提到這樣子的數位威脅 我想是接下來這個panel 我們大家可以一起來討論的 那今天的時間非常非常有限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會按照順序這樣子 請三位講者分享 我們三位講者從台灣長期支持NGO的網絡科技 一直到國際性的組織 國際性的智庫讓大家理解 這樣子的情況之下我們能夠做些什麼樣子的回應 但同時也自我介紹一下AccessNow這個組織 我們大概從2009年成立到現在在全世界三十幾個國家 持續支持著人權工作者的數位權利 我們有24小時的專線求救專線到現在服務了兩萬多個個案 所以任何朋友如果你們懷疑自己手機被監聽了 或是你們組織可能被滲透了 或是你知道有新的國安法條出來了 你可能就是那個目標可以隨時跟我們聯繫 我們會提供一方面是諮詢 一方面是替你們打造你們的數位的Solution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做研究報告 所以剛剛提到的Pegasus 我們有兩份最新的報告 就是告訴大家在中東地區或是在東歐地方 俄羅斯政府或其他集園政府怎麼樣用監控軟體 在監控著地面上面工作的大家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先歡迎莉怡來替我們做分享 掌聲歡迎 謝謝 不好意思 我站起來好了 比較方便一點 好 那謝謝大家 然後我想要問一下 現場沒聽過科技濃湯的可以舉個手嗎 好 這大部分人都知道 好 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我在科技跟非營利組織大概工作超過十年 那之前也待過中研院還有一些NGO 那目前科技濃湯我們主要就是在協助比較中小型的組織 進行數位轉型 那這是我們的slogan 就是我們很希望在各種的科技大廠跟服務中間做一個橋樑 那讓NGO可以更好的去禁用這些科技 好 那簡單介紹一下科技濃湯就是目前我們大概服務了超過3000家合格的NGO 然後我們平台上大概有二十幾個廠商 那科技濃湯從2008年一開始是開拓合作 那一直到現在我們回歸美國總部 那也是十多年的時間了 那目前台灣的科技濃湯我們是under在亞太地區的團隊底下 所以目前我們服務的國家跟地區其實是包括了整個亞太APEC的region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我也要順便講一下就是我們科技濃湯其實我們在去年有針對APECregion 我們也有做一個這個亞太的NPO的數位能力的報告 那在這個報告裡面呢 這個報告是由那個Google.org支柱 那主要是由澳洲的這個Info Exchange 它是一個澳洲最大的NPO 那它一開始是做庇護相關的APP起家 那也成立了20多年 然後在資訊科技方面也非常的有名 那我們這一個survey呢 就是survey了包括東亞跟東南亞 大概總共12個的國家跟地區 那有將近1600個組織參與 那台灣這邊填達的組織大概是9% 所以大概有將近140幾個 那我們的這個報告呢 跟OCF這邊比較不一樣是因為我們比較是一個整體的 那我們其實CSO也有包括在裡面 可是我們針對的NPO是比較廣泛性的NPO 所以在這個報告裡 你會看 我們想要去了解說 NPO目前的IT的數位處境 還有NPO遭受到的挑戰 然後以及未來它可以相對應去投資的地方這樣子 好 那在這個報告裡面呢 其實上半部 它有點跑掉 但是基本上呢 就是你會看到有將近一半的組織 它很希望改善它們的組織的網站 那有38% 就是將近四成的組織 它們很希望可以移往這個所謂的雲端辦公室 就是像Microsoft 365 或是Google for Nonprofits 這樣子的系統上面 那下半部比較就是資安的部分了 其實在整個亞太地區 所有的組織有六分之一 在過去的一年都是有遭受數位供給的 那如果有一些組織它使用了這些雲端系統的服務 可能大部分在大概有四成左右 它要啟動這個多重因素驗證 就是一個很基本的一個帳號的安全 那有四分之一的組織呢 目前是會提供資安的培訓 給它們的工作人員的 好 那這一頁的部分 主要是台灣的部分 那台灣其實你還是可以看到大概有四成的人 他還沒有決定要不要移動到雲端 那其實我們在跟NPO接觸的經驗裡面 其實很多的NPO它會服務很多個案 所以會有很多的機敏性資料 包括受爆的婦女 或者是等等的一些的個案 所以它們對於資料上雲端這件事情 它們是有非常多的疑慮的 那當然這也會關係到 它們對這些雲端系統的了解有多少 那大概有一半的員工 他們是有信心 可以用這個科技來好好服務對象 但是你也可以看見 還是有很多的員工 對於它們組織所使用的資訊科技 可能還是覺得自己不太熟 那基本上在安全培訓的部分 其實跟這整個區域是差不多的 那台灣這邊遭受的攻擊比較多一點 大概有四分之一 那我們在後面也會談到 其實在這幾年台灣的NPO有遭遇到幾個非常大的資安的事件 那這邊就是我要講的 在2021年的時候 其實有200多家的NPO 因為他們使用了某個公司的捐款的資料庫 所以就被入侵 那我覺得跟CSO比較不一樣 就是CSO有的時候 可能是政府 它有針對性的想要去了解你的人際網絡 但是對於一般NGO來講 很多NPO它會有很多的捐款人的資料 還有包括金流這些等等的東西 那我們之前也遇過有NPO就是整個資料庫被綁架 然後對方要求他去支付比特幣 這些狀況其實都有 那接下來這個就是報道者 他們在去年其實就有針對這個NPO的部分做了一個報道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在那個圖表上面 有很多比較中大型的組織 大概大家一般知道的 伊甸市展等等的 其實都有在上面 那所以其實在這個各自外洩的這個風暴底下 其實對NPO他們也是非常的受傷 因為你的捐款人會不信任你 所以這個後續的效應其實是蠻大的 那接下來這個就是最近的花蓮地震 你可以看到這個詐騙集團 他們也就是不斷的在進化 它一開始讓你以為你捐款給一個合格的組織 但後續它跟你聯絡就全部都是詐騙 好 那這個的話也是最近試展 他們是整個官網被人家複製 那像這個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科技農場也很常遇到 因為我們會進行很多組織的資格審核 那其實我們就在很早之前就有發現 這一類的詐騙手法其實也很常見 就是它會把你整個網站copy 然後用你組織的名義去申請相關的資源 好 那另外一個壓力呢 我覺得是來自於國家的立法 因為即將要開始的這個資安法的部分 它其實會規定政府機關 但是因為很多的NPO 它會去申請政府相關的案子 所以就會變成有一些中大型的組織 它其實也會遭遇到這個要求政府機關的 一些資安相關的這些法令的規定 那其實對很多NPO來講 這個在財政上的壓力是很大的 因為我記得我之前去過一場海棠基金會 他們做的這個賠例 那資安專家可能就會告訴你說 你一年至少要花組織預算的 可能3%到5%來做資安 但是對很多的組織來講 可能這一點它其實是有很大的困難的 那簡單的來講 兩個報告的比較 我覺得先講一樣的地方 就是你知道NPO就是一個是缺資金還有缺資源 特別是資安現在在業界其實是一個很夯的話題 然後你又看到政府有這麼多後續的這些要求 所以在業界你就要找人跟都要很高的錢了 那更何況是NPO 那所以我覺得也Echo到剛剛那個OCF的規定 的這個成果 就是說我們很希望可以找到適合不同規模NPO的解決方案 那來去補足這種所謂比較是修補式的 拼裝式的這種基礎的建設 那當然我覺得尤其是對於公民組織來講 它遭受的攻擊有的時候就是更嚴峻的 那我覺得對一般的組織來講 就是它其實是可以從這方面也有很多的學習 那很多的基礎的地方其實是很類似的 好 那我要講快一點 我們接下來這個數位轉型 其實我們一直很想帶給NPO一個概念 就是數位轉型是一個沒有盡頭的事情 那其實你很常是要跟著這個與時俱進的 但是很多時候沒有成本跟知識就是會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所以像現在我們跟NPO接觸 我們都會先給它一個基礎的一個知識的基礎 然後希望它可以至少去進行一些基本的盤點 那因為科技農場現在也有提供一些基礎的系統導入的服務 那像我們在諮詢的過程裡 你知道它原本要做A這件事 結果接下來它會發現BCD的問題全部都會跑出來 就一肝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對我們來講 我們就是盡量的也去帶給組織這個觀念 然後很多事情 你人少的時候你可能覺得免費的東西能用就好 但其實你到最後你還是必須要以組織的整體的方式來去思考 是最重要的 那當你意識到其實你所有的工作跟你的生活其實都離不開數位化 而且你很多的數位化工具已經AI內嵌在裡面的時候 其實數位安全就是一個跟你的數位工具是黏在一起的東西 那如果我覺得對很多的組織來講 如果它有這樣的意識的話 它其實就會比較願意投入比較多的資源進去 所以其實我們這是最終的理想 就是希望組織可以有一個很有韌性的基礎 然後它可以找到適合它的資源 並且對組織裡的人來講 他可以獲得他應該有的支持 那後面這個部分我就非常快速帶過去 就是我們現在其實有一些基本的導入的服務 其實價格都很便宜 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平台上有一些基礎的 不管是個人用或是組織中控用的一些軟體 然後還有包括也謝謝OCF的牽線 我們跟TTF也有 TimT5也有一些合作 那有一些比較大的組織 他們其實都有在用這樣的服務了 那我覺得對組織來講 使用這些服務也是一個學習 這樣子 好 OK 那就是簡單的一個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麗怡 好 有沒有一種在看中醫的感覺 轉型紀錄沒有盡頭 這句話聽起來好像有點絕望 但意思是你可以持續變得更加強壯這樣子 對 簡報非常非常精彩 除了讓我們看到一份更廣泛的 亞太區的理解的報告之外 最後也提出了幾個真的可以做到的行動方案 就是有哪一些東西可以直接使用 所以大家如果等一下有需求的話 都可以尋找我們的利益 然後理解一下你們可以做些什麼 那剛剛談的這一些問題呢 台灣如果要找一個人來講他們切身之痛 或是他的經歷的話 我覺得接下來這位講者可能是最適合的一位 我們要歡迎Jimmy 網絡行動科技 我想很多MGO的朋友們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長期支持著台灣的非營利組織們 在數位空間上面的各式各樣的服務跟工作 接下來就讓我們歡迎Jimmy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Jimmy 然後我們公司是叫做網絡行動科技 那今年很意外的到了第15年 所以就是還蠻可怕的數字 那服務MPO是公司一開始成立 所以就設下目標 這也是蠻意外的 那個年代想要開始服務MPO 所以就開始做這個行業 那後來慢慢大概成立第三年之後 就開始做雲端服務 所以拿一個雲端服務 然後服務給MPO 這個大概是我們最有經驗的事情 那後來剛剛也聽到利益和OCEF的報告 讓我想蠻多的 我覺得今天來我們有簡報啦 是想說透過今天有機會跟很多MPO一起碰面的機會 聊一些比較鼓勵的話這樣子 因為治安其實很容易非常沉重 因為就算我身在這一行 我天天都在看治安訊息 也還蠻常知道威脅的 可是這個只要一談下去 往這個很沉重很有壓力 然後好像沒辦法做到的一個道路 繼續走下去 那很容易調查出來的問卷就會長這個樣子 但我想要說一個 我覺得應該算是實情吧 實情就是說 我們剛剛看到報告上 我今天講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說 其實小組織其實也是蠻有潛力把治安做好 為什麼會這樣說 我們看到報告中很多組織會說 沒有錢沒有人 然後甚至沒有專家 可是實際上 我們看到有巨型企業好了 有錢有人有專家 但他們有沒有治安事件 一樣天天都在發生 而且還蠻可怕 一發生就非常可怕的治安事件 那巨型組織巨型企業 他們其實一樣也面臨到他們的痛苦這樣子 那小組織包含我們自己是小公司 其實我們也有面臨到自己的痛苦 所以我覺得講資訊安全的防禦 這件事情其實是要從比較建設或是比較鼓勵的方式去聊這件事情 會比較有機會往下一步 那所以今天其實我覺得最希望能夠傳達就是這一點 其實小組織真的是有機會去做這件事 那個機會在哪裡 我覺得OCEF今天的工具包非常棒 因為我自己也想過說 是不是應該有一個兩小時的工作方 把這些大家帶電腦來 把這個該設定都設定完了 其實我們自己共識在導入ISO2001 就發現其實工作人員 不是所有的基礎 資安基礎都在同一個基準線上 但是有辦法把它拉到同一個基準線上 只要有方法就可以 那這個是第一個想要跟大家聊的 那第二個是說 其實剛剛好跟Lee聊到的也蠻相關的 就是說因為前幾年 有NPO的服務廠商 廠商資訊軟體廠商發生了嚴重的資安事件 那蠻不幸的 但是也因此就是我發現這兩三年 算是所有 就我過去15年的經驗 就是NPO面臨到 就是獲得到最多資安資源的這幾年 就是如果你現在有一個資安計劃 那現在真的是 這兩年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個出發點 因為你會拿得到很多資源 包含免費的課程 甚至有專家會幫你牽線 你再過三年 會不會還有這些資源 我覺得也不一定 因為過往我15年 我沒有這個經驗 我沒有碰過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因為發生了一些資安事件 很多包含政府或是民間 都開始痛過了 發現我一定要投入這個資源 所以在這個時候是一個熱點 是需要去關注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趁這個時機點 是蠻需要大家可以在這邊開始去出發 那怎麼出發呢 我是覺得說如果有機會 像對我自己來說 我們覺得擬定 因為資安組織層級的資安政策 其實是相對重要的 就是我有沒有自己的資安守則 一份A4 我有沒有一份A4 對 然後那個也有很多 像OCEF應該也有自己的資安守則 對 所以有沒有自己的資安的政策 有沒有自己的資安守則 那我覺得會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 然後請人家幫忙看 然後能夠用幾小時的方式 讓所有的成員都能夠往下走下去 這樣子 那個先從簡單的開始走 好 那這個我會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 那出發之後才有可能再往 從基礎開始出發 才有可能再往進階了 因為很多 我們就 假如是資訊麻瓜 或是 我其實專業是在倡議 但是跟資訊科技 並不是完全的對等的熟悉的話 那他可能 在基礎的工具做好了之後 他可能可以防禦到百分之八九十 這是微軟說的 不是我說的 微軟有一個資料說 你只要做好兩階段驗證 他可以防禦到百分之多少 這個是還蠻有意思的一個數字 那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覺得好像資安非常難 但其實從基礎開始往前走 我覺得相對來說是非常有建設性 而且還蠻鼓勵我們自己的 不要說各位NPO 包含小公司 我們自己也是這樣做這樣子 那最後可能會稍微跟大家提一下說 其實身為有廠商 我們就是廠商 其實像利宜或是科技農堂 他是中介的廠商 我們實際上就是廠商 那廠商常常會面臨到一個狀況 就是說到底會不會不安全 我覺得可以這樣想好了 就是我覺得大家如果面對到這個問題 應該要 我覺得先溝通看看 先問問看 包含問廠商說 你願不願意講你的政策 因為我們自己有 那別人有沒有 如果當組織自己有資安政策 就知道原來所謂的有資安政策 是這麼一回事 那所以當你去跟別人溝通 跟廠商溝通的時候 他有沒有能夠說出來的東西 如果有說出來的東西 那其實你們雙方還就表示 可以有辦法可以去做溝通 也有辦法往下一步 那是不是哪裡可以再做合作 過跟你經營部這樣子 所以如果說今天如果有機會 還是面臨到 不管是政府的主管機關會要求 就我們了解 主管機關 慢慢應該會要求跟資安相關的東西 那或是政府在推動說 大家要全部的組織都要開始著重防禦 那要去盤點你使用的服務 是不是有資安相關的一個符合的規定 那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是 願不願意溝通 有沒有意願溝通 這個還蠻重要 這是一個很關鍵 如果他連溝通的意願都沒有 那我就會覺得還蠻擔心的 我們自己使用服務也大概是這樣 會先看他外部的評價 甚至問問看他到底有沒有 找得到 找不到他的資安政策相關的資訊 然後再做進一步的調查 好 我今天大概先簡單分享到這邊 好 謝謝 謝謝 Jimmy OCF的安排非常的巧妙 讓大家先聽了壞消息之後 接下來聽到很正面的消息 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而且中小型組織不一定做不好 然後剛剛也分享了 其實不同的廠商也提供了不同的方案 但更重要的我覺得剛剛Jimmy 最後其實有點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合作的外部的夥伴 或是內部的夥伴彼此之間的溝通 怎麼樣Leverage這樣子的資源 跟既有的這些選項 然後增加你們自己的資安的現況 其實我們上一個Session 談到法規面 法規面其實就是政府表態出來 從法規上面提供一個框架 讓大家怎麼樣重視資安 或是資料保護等等的 有這樣子一個大框架之後 其實各個行為者就有個機會 更多的溝通跟討論這樣子 那我們下一位講者是我們的施雅 來自於ABA ROLI 施雅她說她想要自己自我介紹一下 所以我就把時間留給她 掌聲歡迎 嗨 大家好 我這邊的那個title是ABA ROLI ABA ROLI 它是一個即將要在台灣進行註冊的一個國際組織 全名是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Rural Flow Initiative 很長 但簡單來講 它是一個美國律師協會 那我們是美國律師協會下面的一個 法治倡議的一個推廣的中心這樣子 那我們主要是在全球推廣一些人權以及法治的 一些相關的工作 但我今天 這是我目前的title 但是我今天的所有發言都不代表ABA ROLI 我今天之所以會在這邊 是因為我過去五年有參與在國際組織 以及在地團體 在跟技術團隊以及技術專家一起工作 來協助大概一到十人左右規模的 非常小的組織的人權工作倡議者 大概過去五年的那個工作足跡 大概其實就都是協助小型的人權工作倡議者 他們怎麼樣去整個提升資安 那因為曾經有機會跟台灣在地的資安社群一起工作 以及跟國際上面的技術團隊 那協助國際上面一些比較辛苦脈絡一些比較辛苦環境的一些人權團體 去提升他們的資安 所以可能有些best practice 那希望可以就是藉由這樣的機會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其實今天真的非常謝謝前面兩位贏員 尤其那個科技的TechSoup這邊的所有的很多的東西 其實本來就都是我想要cover的 但既然已經講過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重點 我大概只補充一個東西就是 在我自己過去的經驗裡面 這種一次性的資安服務 或是一次性的資安培訓是絕對不夠的 通常我們在過去的實際上一個小組織 尤其是人權團體 它怎麼樣去提升它的資安最主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一個資安培訓 一個兩個小時的資安培訓或是資安工作坊 它可能創造的是一個awareness 意識上面的建立 真正難的是這件東西怎麼樣去往下一步的落實 所以從這一步 就從第一步的awareness 所以資安培訓它絕對是重要的第一步 但是我在過去幾年大概看過 比較好的操作上面的實作狀況 比較好的案例其實大概會是 也許會有一個資安團隊 陪伴著一個小型的倡議團體 來去落實一些最主要的一些重要的安全措施 就像是剛剛Jimmy 講的 其實很多資安上面的一些保護措施 非常基本的做2FA 怎麼樣去開啟你的2FA 怎麼樣開始用你的密碼管理器 password manager 怎麼樣開始用 strong password 這些其實開始落實這些 你大概可以有70%到80%的數位威脅以及attack 基本上其實都可以避免掉 但問題就是大家從知道這一步到下一步的落實 其實會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麻煩 我過去是從環保團體出生的 完全不懂技術 所有手機電腦落在我手裡基本上都會當機 我超級不喜歡 就是對我來講 我完全可以理解 完全沒有技術背景的人權工作者 社會運動者 社會科學為背景的一些工作者 他們在面對技術上的2FA 要用另外一個app 不要用簡訊 這種非常多過程上面怎麼樣落實 我相信其實在實作上 我覺得很多人權工作者 其實都有大概這個基本上面的觀念 問題其實是在於怎麼樣 有沒有一個技術團隊陪著你往下面去落實 所以在我過去在國際組織工作的經驗 我們當時的工作經驗是 我們跟組織內部的一個技術團隊一起進行合作 這些技術團隊他們其實熟悉NGO的運作方式 熟悉NGO的運作方式 也熟悉怎麼樣跟NGO進行手把手 一步一步的從最簡單的 從第0步到第1步到第2步到第3步 一步一步的把它往前推進 這個其實大概是我 我之前大概我在國際上面看到 如果真的要完整或是落實提升一個資安措施的話 這個大概會是一個比較 可能是一個最關鍵的一個過程 那另外一個東西就會是 下一個 然後另外一個其實就像是剛剛那個科技總理這邊講的 就是說它是一個永無止盡的過程 我在過去這一年可能在提供一些技術服務 或者是資安上面的這樣子的協助的時候 其實我們遇到一個最關鍵的問題是 這樣子的技術團隊它其實除了再去確保NGO 來做一些非常基本安全措施的落實以外 它還需要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其實是在於疑難雜症排解 現在新興科技不斷的出來 AI啊 然後各式各樣的AI啊 怎麼樣的AI可以信 怎麼樣的技術可以用 怎麼樣沒有沒有沒有 太多不斷的新興科技不斷的出來 其實徹底的壓垮 以及讓所有的人權工作者 以及NGO工作者其實是壓力非常大的 因為組織裡面沒有這樣子的技術資源 以及人力來去跟上這樣子的知識 所以當時我們在做的經驗就是說 這個技術團隊它其實同時也扮演的這種 在看新興科技它的一些變革 以及它怎麼樣會影響到人權工作者實際上 工作過程當中面對到的一些威脅 然後提供一些實際上面的建議 這個也是我們當時在做 就是這種陪伴NGO加強資安的這樣的過程當中 會遇到非常關鍵的 會扮演到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 那另外一個best practice 一個好的一個提升資安的方法 其實在座有幾位熟悉的臉孔 其實是我過去幾年一起協助的夥伴 有一個其實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措施 或是一個確定可以落實幫助整個組織的 整個資安程度往上拉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其實是在於這個組織裡面有沒有一個 一個或是一兩個是可以不斷的持續在關注 我們把它叫做一個tech champion 就叫做他是一個在技術概念上面的一個 一個走在最前面的人 他不一定要是技術背景 譬如說我過去合作過的幾個NGO夥伴 他們的技術上面可以整個往上提升 其實大概都是透過一兩個沒有技術背景 可是非常了解自己的威脅以及誰會來攻擊我們 誰會來攻擊這個組織的幾個關鍵人物 他知道威脅他知道必須要提升的一些技術方法 因此他會拉著他團體裡面的夥伴一起往前走 提醒說你2FA開了嗎? 你不同的account是不是都用不同的password 他扮演這樣子的持續的帶領大家整個團隊往前進的角色 這個人他真的不需要是技術背景 他其實只要是非常清楚自己組織在面對的威脅 以及實際上經過組織的整體的評估以後 像是剛剛Jimmy講的一個資安守則 用這個資安守則帶著團隊一起往前進 那最後一個我可能要提到 但其實前面兩位也都提到的 我覺得另外一個是 這個組織的管理階層 它必須要有足夠的意識 資安的不管是在軟體 以及硬體上面的資源的投注 它其實如果你今天會投注資源 再給printer 就印表機、辦公室、門鎖、房道 其實你也應該要提供一些相應的資源 再做這些資安上面的額外的防護 在我之前跟國際組織工作的機會 其實我們常常跟國際上面的TechSoup合作 其實就是我們幫忙付錢 去買他們的那些正版軟體 因為譬如說正版軟體的應用 這些其實都會大幅度的有效的提升 小組織的資安上面的表現 可是它的關鍵 其實是在一個組織的管理階層 它有沒有這樣足夠的意識 以及意志 來去把這樣子的資源 優先編排在這樣子提升資安的軟體 以及硬體上面 這就是我以上的一點小分享 謝謝 謝謝施雅 好 主辦單位說我們只剩10分鐘 很難得今天這個panel在這邊 然後我們接下來迅速的進入QA 大家有任何問題這時候都可以舉手 如果你要做一些業務上面的往來 可以等之後 但其他的問題這時候都可以提出來 請說 然後看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們一起收一輪之後 然後一起回應 謝謝 喂 你好 那剛剛只要是提到這個 會引力組織他們的一個 這個防禦的這個部分 是 那將來這個是假設問題 如果說將來真的是他們這個 這個區塊會引力組織的 防禦都做得很好 其實他們 他們駭客或是其他的一個被詐騙的等等 他一定會找一個出路 是 比較弱的 那可能是 會引力組織的 他個人的 比如說是個人的臉書 或是各方面其他的一個email去 其實將來這個問題 拉到最前面的 最主要強烈數位公民的一個力量 是這個區塊去 因為終究你沒有說 完全一個很好的一個安全的機制 可以保護 那我不知道 有沒有 因為在怎麼強大的一個台積電 他們的自然各方面 還是會出現這個問題的時候 將來有沒有可能 比較 從頭比較簡單的方式 或是說像以色列的這樣一個 反應方式去做的可能性 不是說照他們的做法 然後也許說他們的一個原理跟道理是可以 因為台灣也是一個ICT的大國 理解 那這個區塊有沒有各位專家可以給我們一個 因為現在那個會引力組織 它也有支付或是說轉帳的那個問題在 理解 那這塊有沒有給我們一些回饋 謝謝 沒有問題 不好意思我剛剛太急著要進入QA了 所以忘記先歡迎我們兩位OCF的研究夥伴 上台一起接受QA的挑戰 對 這位先生提到其實是一個 我們今天沒有打算要處理的像台積電這樣的角色 但剛剛提到一個concept其實蠻重要的 就是所謂供應鏈上下游的這樣子的攻擊 其實在產業裡面的自然保護 其實包括到你的上游跟你的下游的合作廠商的 剛剛提到那個安巡的那個外樓的這個文件 你們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的駭客攻擊不是要直接攻擊政府 它是攻擊跟政府往來的這些記者或是智庫或是單位 然後透過他們做挑版之後然後再進去 所以當你要做到一個自然保護的時候 然後上下游合作夥伴或是更外圍的這些合作夥伴 其實都要有共識 然後你在打造你的這個數位solution的時候 其實要包括到這些你有往來的這些夥伴 不過這跟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非營利組織這樣子的行為 這可能有一點差距 所以我們把台積電這個可能就留給未來的其他的活動 看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後面有一個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想問的問題 比較是偏那個想要詢問 實務上如果遇到你們要輔導的組織 如果他們因為受到一些課程的關係 可能權力越大的人他反而對於這種事情越不重視 但那個像剛剛最後有提到說 如果組織裡面有一個人他願意去做這些研究去做推廣 組織內的溝通 但他很難突破那個職場的天花板的時候 那這時候要怎麼解決 例如說可能老闆或董事 他可能就是覺得這個事情不是他要處理的 但他就會把那個資料權限隨便開給別人 然後自己也不開2FA 就是遇到這種情況實務上會怎麼解決 或者說會怎麼判斷說這個組織要怎麼輔導 大概是這樣問題 謝謝 謝謝 非常來自於內心的一個提問 我想這是台上大家可能都會遇到的一些很實務上面的問題 有沒有一些回饋可以給我們今天的參與者們 他們今天知道這些事情之後 maybe接下來內部溝通啊什麼的有哪一些訣竅 有沒有哪一位講者要先分享 當然除了先分享今天的報告給你的主管們之外 其他還有一些事情或許可以做 怎麼樣跟自己的主管們溝通或等等 我先分享一下 就是以前我們科技農場其實有專門辦給CEO的聚會 就是大家講的就是你要說服這個老闆 然後這個活動就是專門針對這些CEO 然後讓這些CEO理解到說 如果你不做這些事你會遭受多少損失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我也有遇過組織 就是那個工作人員非常的積極 這個工作人員就是像剛剛講的他非常有熱情 然後他也不是這個IT專業 可是他很願意想要幫這個組織多做一些事 那這個工作人員他找的方法是找這個CEO的好朋友 然後他的好朋友也是NGO工作者 然後他已經成功做到了某種數位轉型 所以他其實是找一個有一點同等位階的可以影響他的人 然後從側面去影響這個人 然後另外第三個就是目前我看到大部分數位轉型能夠成功的單位 老實說真的都要有一個能夠理解的不管是董事或者是管理層 這個真的就是非常重要這樣子 好 OCEF 的研究報告這次有沒有提到 就是回饋有包括這些可以分享 好面對這樣的問題 我一律建議換老闆 沒有 這不太可能發生 好實際 我覺得可以從我們的一個小的發現開始就是 我們其實很好奇說為什麼在組織裡面有些人 他們會對於提升資安這件事情特別的有熱忱 他們是天生就在有這樣的一個熱愛資安的基因嗎 還是有什麼因素 那我們在訪談裡面其實有獲得一些方向 第一個就是通常組織裡面會特別熱忱的主動把資安業務攬進自己的懷裡的人 通常是實際有經歷過數位攻擊的人 那也是因為這些數位攻擊實際上造成了他們的損失 他知道說這些風險真的會實際上造成他們組織業務的重大影響 所以因此而才痛定思痛的成為一個願意去主動承接這些責任的人 那我覺得這其實也看到了一個就是在所謂資安提升上面碰到的一個 我們把它稱之為一個吊詭吧 就是當你真的很安全的時候你是不會有危機感的 因為所有的攻擊都已經在它實際的對你產生衝擊之前就被消解了 所以也是唯有在實際的經驗發生之後你才會有一些那樣的一個反思 但是另外一個是我覺得在公民社會裡面的一個特徵是其實 真的就是在組織裡面要培養資安的IT的專業人才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資源的限制 因為環境的限制 所以它會非常的仰賴外部的資安的志願者來去跟組織協作 但是如果在組織裡面的人他們也能主動的去 具有更多的學習的意願跟動力來給這些外部的資安的支持的社群 一個比較正向的feedback loop的話 那它會形成一個很好的共辦效益 那個意思是說基本上專家跳進來他們也會覺得 他們想要看到有挑戰性的問題那樣 他們不想要變成你組織的就是take support那樣 所以一個主動學習跟有主動的意願的組織裡的人員 可以形成比較好的跟外部的連帶的關係 好 那個我這邊也簡單的回應一下 因為我知道時間不多 對 所以我覺得還蠻重要的是除了由上而下的管理 向上管理其實是蠻重要的 因為我覺得很多的時候老闆或管理層 他們可能也許他們沒有意識到 所以基本上他們也許不抗拒 但是他們就是沒有意識到 他們就是沒有想到這一塊 所以有些時候反而是在 比如說年底要在編預算的時候 你就是把它編進去 然後他這個事情就可以put on the agenda 去做討論 然後也讓他們知道說 啊哈 有這一塊呢 我們預算記得要剝5% 然後不管到最後是不是5% 好歹一定會有一些percentage 是會被保持下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覺得 knowhow是還蠻重要的部分 好 今天台上的大家都是各位以後 在向上管理的時候的外部的好夥伴 Jimmy有沒有要分享 我想稍微提一下一個技巧 就是說雖然我是老闆 不過我覺得 我覺得溝通還是相對重要 那溝通有一個技巧 譬如說能不能排一層這樣子 能夠排進一層的時候才能夠有進展 那如果連一層都排不出來 那當然換老闆是一個選項 但是有能夠排到一層進去 譬如說像我們曾經花了幾年的時間 每週或是每兩週就是討論資安的課題 這種一層開始它就會越來越有進步 那另外一個也是跟排一層相關的 我們發現很多NPO都是有董監事務 那裡監事組成的嘛 那裡監事他的背景 有沒有跟資訊相關的背景 我覺得還蠻重要 這也是朋友提醒說 其實跟資訊相關背景的人 能夠加入組織的一些管理階層 那他在這個中大議題的時候 決策的時候也比較容易理解 為什麼主持人要做這樣的一個決策 就是都是溝通相關 非常實際的這些美感 今天三位講者就是施雅、莉宜 然後還有Jimmy 從不同的視角給大家一些介紹 未來大家要知道你們的夥伴在哪邊了 然後如果隨時有需求的話 記得我們的24小時的求救專線 可能也算是蠻實用的 其實有七種語言這樣子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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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